61岁影帝梁常伟一向被只有设恐 不时自己常居本 甚至因避免与别人沟通而拒绝学日文 不过太太刘嘉玲不断训练下 梁常伟最近越来越开 更不时与朋友见面 最近两夫妇经常有影接双 日便一同到日本 两人晒出赏秋风的美照放闪 有网民看到照片后 却竟然认不出刘嘉玲 梁朝自与刘嘉玲结伴到威尼斯影展拿终身成就奖 更常合体出席各项活动 两人月初便到厦门初 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 梁朝伟首度荣金鸡奖影帝 成为首位三金影帝 心情大好的梁 伟也多了见朋友 早前惊喜的分别与王妃及杨合照 勾起网民不少回忆 忙完一连串工作后 朝伟回到最爱的日本 刘嘉玲昨日28日在社交网出合照 并简单发文写道 夜风秋风夜 相众所见 人打扮行格 全黑打扮的梁朝伟展露放松开怀 微笑 而刘嘉玲则与她称道绝 并亲吻老公放闪 民看到照片后都大赞人景 不过有人却刘 指 这是刘嘉玲 我硬是半天没看出来 这美颜美 甚至有人问 这女的是谁 或许应拍摄时为夜晚 后布满红红绿绿的树木 并有大光灯映照 而且 人穿上较深色的服饰 因此梁朝伟与刘嘉玲夫 尚显得较黑 加上刘嘉玲画上浓妆拍照 才会令 明觉得有点不同 其实刘嘉玲虽然过几天就58岁 外貌和身材保养得宜 在各大小场合的打扮都压全场 一向爱运动的她 行山时更不介意素颜 人 甚至分享跑步时不戴太阳眼镜的自拍照 可她对自己的美貌信心十足 星岛头条APP 经已推出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